2021可谓是吃瓜元年 知名艺人塌房的事件数不胜数 不少男明星为了满足自己的意己自欲 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情 这其中轻则无人伤亡 重则直接坐牢 那么娱乐圈中有哪些因管不住下半身 而自毁虔诚的明星呢 欢迎进入有料放映室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那些风流运势一箩筐的明星吧 本以为吴亦凡的瓜已经震碎众人三观 没有想到的是 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娱乐圈又又又又塌房了 红了20多年的优质偶像王力宏 前脚刚宣布了离婚消息 后脚前妻李静磊就举起铁锤 用逻辑清晰通俗易懂的成文 出了他个措手不及 在他po出的签字成文中 列举了王力宏长期车轨 非法性交易 约炮 财产转移 冷暴力 POA 星成瘾等期纵罪 一戏之间 优质偶像能为渣男 事后迫于舆论压力 王力宏于19日晚11点 在晚中瞩目下发文回应此事 自立行间表示 他并没有对婚姻不忠 此外 王力宏还企图将舆论目标 转向李静磊 这一行为再次激怒了李静磊 于是雷神之锤再次发文 一一罗列证据反驳他的观点 至此 该丑文以王力宏 退出全面工作而告终 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王力宏真是青出于蓝 耳生于蓝 一个人就干完了 吴亦凡 罗志祥 李云迪三个人干过的事 再往回看 2014年 有好男人著称的文章 被爆破那戳轨 制造了轰动意识的 周一件事件 彼时的文章 是即将上位的小声 姚迪的星图也一片大好 但就在 马亦立刚升完二胎的关头 两人就被媒体拍到 轻轻我偶的画面 然而这绝非偶然 早在2013年8月 马亦立怀二胎时 业内就有人曝光过 文章出轨摇敌的消息 但当时双方都否认此事 直到2014年 文章婚内出轨 是建成了实锤 好男人的人设 也请客帮他 面对各方舆论的压力下 文章并没有选择隐瞒和撒谎 而是发长文 忏悔自己背叛婚姻的行为 一向眼里容不得杀的马亦立 依据恋爱虽易 婚姻不易 且心且恩惜 让不少网友瞬间破防 虽然文章得到了妻子的原谅 但出轨的劣迹 仍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不仅失去了 众多优秀的资源 更失去了 多年苦心经营的名誉和人气 之后文章从台前走向幕后 也慢慢回归婚姻生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和好如初始 他们却突然胸部离婚了 如今的文章 结合成了演艺圈的透明人 而马亦立依旧光芒万丈 曾迎缓住格格中 尔康一决走红的周杰 却因与林心如舍稳一事 而跌入事业低谷 之后周杰就远离演艺圈 开始投身商业 然而 今年来他不断出现在 一些访谈节目和综艺中 就在周杰慢慢回归娱乐圈时 却再次被爆出黑料 网上有一名字称是 周杰前女友的人爆料说 自己和周杰在一起 因为不吃碧云药而被分手 还称周杰之所以不结婚 就是为了不停地更换女友 此文一出 周杰便进行了回应 他发文表示 只有自己承认是gay 才能洗脱嫌疑 这种带点开玩笑意味的回应 也让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质疑 尽管他回应了此事 但舆论并没有完全消失 面对网友的谩骂 周杰进行了第二次的回应 字里行间都显现出 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甚至在评论区回对网友 可以说是非常的刚 谈恋爱妈 坐牢的那种 这句话曾一度火爆全网 而作为这句出圈梗的主人公 吴秀波 因会内出轨惨遭风沙 2018年 吴秀波正当红 优雅优皮的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陈玉琳的一篇长文 直接揭穿了吴秀波的真面目 文章中写道 陈玉琳和吴秀波相爱青年 却惨遭抛弃 并且文章中还提到 吴秀波与剧组工作人员有染 一时间 吴秀波稳重大叔的形象 彻底崩塌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吴秀波的妻子 不但没有和出轨的丈夫离婚 反倒与丈夫联手 把陈玉琳骗回国 以敲诈勒索的罪名 将其送进了监狱 不得不说 这招不是一般的阴险邪恶 也难怪王四聪 连发多条微博 递死吴秀波 最终 陈玉琳的罪行被坐实 而吴秀波也因此 冠上了扎门的骂名 彻底失去了 演艺圈的大好前途 能够被称之为 时间管理大师的 罗志祥首当其冲 诚然 如果不是周阳青那封长信 罗志祥还是那个亚洲武王 可惜这世间 从来就没有如果 2020年4月 周阳青单方面宣布 与罗志祥分手 并发长文直接泡红罗志祥出轨 把罗志祥捶得无所遁形 文章中 他称罗志祥有一部 专门用来撩妹的手机 自己不在的每一天 他都会约不同的女生来家里 其中包括他公司的女艺人 以及化妆师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还会经常举行 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 此文一出 时间管理大师 罗志祥一度频把热搜榜 专进人设悉数崩塌 时间曝光后 罗志祥公开向周阳青 以及被他伤害过的女性道歉 并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 男孩女孩的长文 文中回顾了他与周阳青的恋爱细节 并曝光了许多情侣章 最终也没能挽回周阳青 自从被坐视为时间管理大师 和空虚公子之后 罗志祥曾多次尝试过付出 均宣告失败 他的下半生 终究还是摆在了管不住下半身 本以为代孕 已经是2021年度最大的内娱行文 没想到华晨宇和张密成 这对双称作合 杀出重围成为一匹黑马 1月下旬 华晨宇被爆料 与张密成为婚生子 此刮一出 立马炸洗了娱乐圈千层浪 华晨宇的纯情人设 绷得一塌糊涂 毕竟近两年活跃在综艺里的他 一直都是营销着 不安琴事的音乐狂人 和听着弟弟的人设 舆论持续发酵 华晨宇迫于压力 发文承认此事 有意思的是 从华晨宇和张密成 两人孩子岁数来看 不少人推测 张密成应该2018年就怀孕 但在2018年某次采访里 华晨宇则表示 自己完全没有考虑过人生大事 在同时期 华晨宇还多次强调 自己是单身状态 让尔丽不少粉丝失望的 不是他突然起当爹 而是他曾面对 跟张密成的绯闻时 一直表示跟他只是好哥们关系 并声称自己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万万没想到保守的华晨宇 最后跟好哥们生了个孩子 也是十分的离谱 对于霍尊来说 2021年8月应该是他噩梦的起点 向来被誉为入亚派歌手的霍尊 被自己相恋9年的前女友陈璐 亲自撕下画皮 陈璐在社交平台发唱文 怒斥霍尊始乱终气 更是表示 他在交往期间 自生活相当混乱 不仅给自己交往的 多位女性取琵琶金 古争金等侮辱性绰号 而且还在群聊里 分享更多乐泡细节 除此之外 在陈璐晒出的聊天记录里 霍尊还在群里多次表示厌倦陈璐 并询问他人该怎么做 才能甩开女方 不得不说 这种一边与陈璐规划未来 一边又和朋友吐槽 想分手的行为 真的是恶心至极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靠着披荆斩棘的哥哥 增加曝光度的他 竟在群里吐槽 这档综艺很漏 聊天记录一曝光 霍尊不识人间烟火的形象 也瞬间破碎 就连轻把火锋下场替他说话 也差点被骂得晚节不保 这场闹剧后 霍尊不仅在综艺里 被马赛克替代 还彻底跟这个圈子说再见 作为国内唯一一位 黑语狼狼相提并论的钢琴家 天才少年李云迪 居然在事业巅峰期 干了一些令人想不到的蠢事 11月21日晚 李云迪被朝阳群众 这个神秘组织举报 非法性交易 随后 人民日报也在第一时间 发布该消息 与此同时 关于李云迪被拘的消息 瞬间冲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疑惑 他为何会选择走上这条路 其实 翻看李云迪的感情时 就会发现事实并不简单 众所周知 圈内对于王力宏和李云迪 这对才子有着不少遐想 虽然两人面对这种说法 都从发文表示只是好兄弟 但有意思的是 2013年王力宏公布自己女友 是李星雷的那天 李云迪也公布了自己的女友田飞 此后 两人也被媒体派到过 不少天明瞬间 不过可惜的是 曾多次被传结婚的他们 最后依旧没有结果 或许是因为分手的原因 李云迪也走上一条 放飞自我的道路 时尚被媒体拍到 与众多美女亲密互动的画面 当然 即便是公众人物 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但此次被抓 早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更是触碰到了法律 不少网友调侃 艺术家从此递落神坛 同样被警方通报刑拘的 还有吴亦凡 时间一出 网友纷纷评论 终于等到了 而他也终于践行了 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承诺 请大家放心 我会自己进监狱 我对自己上述的 所有话负法律责任 经历一个月的丑闻风波 顶流艺人吴亦凡从神坛坠落 而这起丑闻的爆发 源于都美竹的一则爆料 文中都美竹称 吴亦凡单方面用 面是MV主角的名义 把他约到了吴亦凡家里 参加聚会 并在酒后与之发生了关系 事后双方联系越来越少 吴亦凡身着冷落 并冷暴离杜美竹 为了博取关注都 杜美竹便在社交平台上 曝光了与吴亦凡的关系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会因此遭遇 各种各样的网暴和威胁 为此 杜美竹再次发文爆料 趁吴亦凡以各种方式物色 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 其中甚至还包括两名未成年 一夜之间 舆论纷纷倒向杜美竹这边 而吴亦凡也从娱乐卡 走向了法制卡 除了以上流量明星 纷纷爆雷翻车 像谭永林这般的 一双心的老艺术家 也曾被爆料 睡了小自己四轮的粉丝 一时间引发公众哗然 虽然爆料人发的内容 只有几篇春秋笔法的小作文 以及几张不够实水的照片 但正所谓三人成虎 谣言一旦传开 就对谭永林的公众形象 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面对谭永林的无望之灾 罗霞英等圈内好友 也纷纷出来声援 表示他都年过七十的人 就算有心也无力 诚然 如果真的为老不尊的话 罗霞英等人也没必要 公开说这种话为他开脱 都说浪子回头情不患 但是在娱乐圈 作为公众人物 一旦有了污点 有了负面就很难洗白 拿出轨仪式来说 只要出轨了 出轨男这个标签 几乎会一直跟着艺人的演艺生涯 毕竟前车之间太多了 希望各位里好能人人手的男艺人 千万别塌房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就订阅点赞我吧 下期先